找到了一堆围巷 我们的楼破州州议员州中心同志 刚刚要赶去过海的植物园区 候选人李吴恬同志 各位在场的 各位亲爱的同胞 大家晚见好 所以很高兴 我还记得应该是五年前 也同样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公大的候选人要来到华林来演讲 因为公大有很多选民是往外移的 我的选区有十五千人不多 如果跟龙伟比 龙伟应该是可以做四个六个 可以做四个公大选区 所以黄汉伟同志 要比我出四倍的力来服务 这个广大的这个龙伟选民 所以我们希望说在8月12号 在不管你来自什么选区 都要确保我们团界 阵营派出的这个所有的四十个候选人 都可以获得人民的支持 送回去州议会 为大家拼更好的这个政策 今天来到这里 有几项东西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样就是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 有许下了68个这个宣言 有些时候一些政治评论员讲说 宣言不重要 有很多选民不会看政策的这个政党的宣言来投票 他会看一些 track record 但是这些 track record也就是我们 像广大这个群众承诺的这个宣言 我们可以很骄傲的告诉大家说 我们在2018年的68项里面 我们已经完成了94% 还有6%我们将会继续的希望说 可以获得人民的委托 我们会将它完成 那6%不能落实 有大部分是因为政府 以前的州政府跟中央政府 无相争动 然后会在这个民社区 做十五年的政府 有到21年过 是跟中央政府相争动 只空去百年十一年过 但只要怕生计二十一年过 有这些东西没有做到 就让这个各部挑来挑去 做到这个中央政府多待 但有人因为这些68项东西 有94%有人是做到的 这些东西都在进行了 例如这些所在7AP 都看到有在降到在走到 这些就是当时候68项宣言里面的 其中一样东西 就是 接下来我们还是说 当地这个华林 要去到这些2K Tesco的所在 应该要用入口分正的时间了 但还是说 马路 当地打车的时间 当地这个所在 要去这个所在 打车 跟普遍都整不了 我们没有搞用 所以这个计划现在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当中 但是我知道工程在进行的时候 一定会造成这边很多居民的这个不变 我们希望说居民可以谅解 因为这个计划到时候完成之后 肯定会带来对这个区域的朋友带来 很好的一个生活 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做的这个计划之一 还有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68项宣言 是值钱取下的 我可以说一下 那68诊记 都有了 承识 或者 犯罪到 2028 68 犯罪到 14% 2028 所以这次的这个竞选也是一样 在星期二 三个星期二 今天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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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半一集 让你今天朝判有同志 他也是 现在的看守手机部长 他在宣布 我们这个希望联盟与团界阵营 的这个竞选宣言 里面是有16个主题 有50个宣言 宣言不用多的 只要说讲的东西 每一样去落实的话 都可以照顾到全部的这个群体 50样里面 可能跟你分两三样 就用了很多的时间了 其中一样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这边如果还有没有结婚的这个朋友 今年可能 还没有计划的 可能你可以等一等 因为在宣言里面 很多人都可以说 但是如果要教育的朋友 政府让他给他 给他帮助 大家谢谢 这个是 我们的国内 没有政府做的 不可以让他 留任 先先和这帮户 他会给他 我会给他 他会给他 105个宣言 然后我会给他 留任 这是老人的 但是少年 没有 有点 不是说 少年 那因为 只要 我会给他 所以,我说,高原的坊是500块。 但是,高原知道,他杀到现在,我不知道。 这是,我们学研究,高原,和500块。 这是一行。 这一行就是我们应该搞的。 我说,政府一直打奥,政府可以称呼。 这些什么能用。 那是说路都对多好都在沙巴沙拉瓦 整个好请几个 这里是把路的驾驾的这个政策 把路 它是说CNATI manifesto 啦 民意 路 它是说是B40的Family 整个好几个档 应该是many啦 因为这里名字是议算案的IAT11规通过了 明年才会落实我们学员里面所许下的这个东西 还有另外就是以前 Taxi Driver 路她是帮巴斯过来 经过去拿28号 拿大叫 那在说他们的时候帮巴卡 那我们都帮帮她就是帮巴巴了 人生的那个是帮他住它 进行才行 那这个参选公司来玩也要问我拿大叫 那如果是说帮我都想要去 让人家买 拿我的饭子 你 政府 个人 意外 保险 其实 宣言 还有很多东西 就比如讲说 继续要推行这个 LRT 这个 LRT 大家都如果有看报纸 有听讲座会 这个已经是要落实的这个计划 不只是在讲罢了 因为讲这个 LRT 我想是 别人的义温车到十年了 他每次都要去而已 你都说 别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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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听着说的 但是老老是说 人家中央是想起来 想起来政党 所以 安华有说 这个 LRT 由中央来去 是要住近去 住后 订阅时 当地公司搞到几条Airport 所以老老是Airport搞到担拥了 或是没有说过 但是 当地公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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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伙伴的 但是可能 要走一趟一趟来 因为总是要赖 可能要六十亿还是八十亿 然后 可能我会说 他们会说 他们会说 有个伙伴的 所以 基本上 我们会在 头发修 八个十亿后 因为 我们是说 看欧洲 看Tiktok 都感觉说 马路的这个 马来人 尤其他们的年轻马来人 是因为可能 受到一些煽动 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他们往这个青涩的地方 他们会比较偏向青涩的地方 所以我们不要 让这个绿巢 让这个青涩的 可以在槟城抬头的话 那么我就希望说 大家可以 要求你的家人 亲戚朋友 甚至如果说你的同事 你的工人 或者你的朋友是有助的话 也多多分享一下 槟城的这个政策 因为往往 这个在野的一方 他常常攻击 讲说槟城的这个政策 只是针对某个族群好不了 因为首席部长是华人 某个族群没有被照顾到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六十八个宣言里面 进落实的话 受惠的都是大家 不可能说这条路建好 很难保留吗 不可能的 是他们人用这条路 他们人保留 路那些东西 印度人也好 马来人也好 游客也好 都会使用到这一条路 所以我相信 州政府的所有的这个政策 都没有因为种族 没有因为宗教 而来制定这些政策的 都是一些有心人士 正在煽动 所以可能这些年轻人 十八岁刚刚想要出来投票 但是我们又没有足够的这个机会 解释给他们知道 这些不同的这个政策 我还记得在这个 十一月十九号 州国选的时候 那个传冠投票的时候 比较我说的 一个中央的关键 就是说 百六十八回的人 他现在说百年是一回回 三回了 所以他不了解说 民主行动当 这些年轻人可能不明白 这些历史这些过程 所以我们觉得说做家长的 做大人的 可以多一点关注他们 一些正确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意思 以及关心这个实施课题的发展 所以好让他们在投票的时候 他们可以做出名字的选择 所以在这里恳求大家 虽然很多朋友都讲说好像是稳赢 其实东西是没有稳的啦 如果稳就不用选了嘛 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在八月十二号 不只自己出来投票 叫孩子出来投票 亲戚朋友 我们的全部都要出来投票 然后把票投给希望联盟 我们槟城才会继续的发展 继续的前进 我们的未来才会是光明的 最后再次感谢在场的各位 一直以来的这个支持 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